这两个标题有什么关系 有 都是指的贪 一个贪字了得 这个银在过去是代表过度的意思 人家说你既然知道是这个意思 你怎么还讲了半天 这个现在什么银 当然因为现在这个更重要 更务实 现在人都这么理解 也都在这么用 对他的力量更强 那这就是食物者为俊杰 你单纯知道过去那个怎么样 老师强调那个 那就食骨不化 首先第一 一定是这个意思吗 在过去这个一个字代表很多意思 连考古学家有的还都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第二呢 即使是这个意思 也不是对现在那么急需重要 所以说意义不大 我们这样学文化就不好 不对 那反过来 什么书都不读 有些重要的根源从前怎么怎么样 都不注意 老师说现在跟着潮流时尚 很多是经不起考验的 这个不学无术更麻烦 所以我们要中庸 这个人心不足 蛇吞象 在当初也是这个宰相的象 相传一条蛇被人家救了 然后呢 他就是 到这个人家里面 带回家 跟母亲啊 陪他们玩 有人想象不到 蛇怎么玩 那书上没说 我也不告诉你 这个在太阳底下 那这个蛇就变得比较大了 这个母亲就吓坏了 运倒 那蛇呢 等这个人回来 他就告诉他 把他的皮跟草药怎么样怎么样 就能救 当时他不忍心割皮 那后来蛇一再坚持之下 做了 好了 然后后来一个皇帝 就是当时的皇帝 说想要夜明珠 这个蛇啊 就告诉他 我报答你们的时刻到了 你把我的眼睛一个挖下来 我不是一般的蛇 晚上那个灯楼的量 其实是我两个眼睛 然后一开始也不忍心 后来就拿下来 这个送回去 那 就官生三集 是吧 后来这个皇帝越看越喜欢 说还想要 然后这个人就回家 跟这蛇说 他是一次一次的递进的 这个蛇 很无奈 就是说好吧 那一个也给你 然后就 这个皇帝肯定也是昏君 是吧 那就是封城宰下了 有一次 那有一次皇帝病了 说是 怎么样 你这个能救我 就 那个蛇呢 说我这个 肝是能救你 但是你要挖掉了 那我就没有命了 那他说我当初就是 救过你的命啊 是吧 换过来好像 你就应该还给我 他简直开玩笑 是吧 就好像这个父母生了孩子 就是给了你生命 就可以拿走你的生命 是吧 那那人家自愿的行 自愿的你 你还不忍心的 这种逻辑 这种互动才是对的 然后这蛇 说你来吧 他就进去 张开嘴 说你挖 进去 这个蛇就闭上嘴 他就出来了 这个故事呢 也是古人这个经典传下来的 这真是假 我们不可考究了 很多这种神奇的事啊 没有一般人的诚心 不够的话 你是 理解不到的 也更是见不到的 就说这个贪嗔痴慢疑 这个在教派里面 也是首当其冲 这个很麻烦 就算你做好事 你这个贪 就是这个贪嗔痴慢疑